TRACK T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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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剧场它首先除了你才看到号召以外 Daro不再不来谈谈号召 我觉得这号召的自己也是很有趣的 可能可以尽量谈一谈 你觉得今天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 你做了这十多年来的戏 在你看到通常是你做的那些戏当中 哪些是最容易号召人的 或者说你根本 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用给了 不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我是这样子提问 哪些戏是最有号召力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个很明显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语言环境 政治环境 过去都很不一样 那你可能可以从一个戏剧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你看这个因为我知道清亮他对这个剧场的功能 他有一些坚持很有自己的看法 刚才我算过 刚才说的那个在国家剧场演出的那个 大概总共是17,800个观众 我想这种观众恐怕就是我们一名的观众吧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人数一下 当然我说这个三千名观众 即使 我说的时候我是从一个剧团的角度 我想大概一个剧团 如果你可以守住大概三千个观众 主演的几名观众群 对于华语群剧场来讲 那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在这个时候 那么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的那些数字 那些观众其实都是有重复看几次戏的 所以好像看了《暗恋桃花园》可能也会看《天冷》 那可能也会看《戏剧盒戏》或者再看《实践》的其他的戏 还有就是刚才我听韩生讲的那个动员 我想现在我们只听到的动员通常都是SAF的Mobilization 那么 回忆的动员 我想那种观众的动员其实是很感人的 那么 那么 就回到了如果我觉得我做什么样的戏 是最能够跟观众有种关系的话 坦白的讲 就好像我最近不过跟谁说过 如果《戏剧盒》在这次的这个经济 现在不是有经济危机嘛 对不对 我们的recession之类的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做的话 因为不够钱 你不能够在大剧院里面排入了一个戏 我觉得有一种戏是完全对我来讲是可以继续做的 就是在社区里面做戏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放下的话 我都可以放下 但是我觉得社区里面的戏是可以不用放下的 第一 运作的方式很多种 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跟观众进行交流 第二 在那边的诉求是最直接的 因为观众来看戏的时候 如果他觉得这个戏好看 他留下来 然后他觉得里面谈的课题呢 跟他是有生活 有信息相关的 而也制造出一种剧场 他的一种功能 其实他有一种公通性的 他有一种交流性的 这相对比 就是如果你去一个剧场看戏 我觉得那有点不一样 对不起我可以大家查一下 可能我们要补充一下这个社区剧场的概念 西区盒在做的这个社区剧场 当我们谈到社区 他基本说的是Hardlands 就是我们 夏威正 我们常常在谈这个Hardlands 也就是到洪帽桥 打巴摇 牛车水 组屋区的地方 到这个开放的 给室外的空间里面去表演 那通常西区盒表演的这个课题啊 可能是跟名声有关 跟时事有关 那可能可以尽量多谈谈那个形式 你认为像你这个戏 就算在经济危机 或者是在这个 很有预算的情况底下 这个戏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可能可以从形式 还有你 甚至是宣传跟促销的方式来谈谈吧 因为刚才Hardlands 谈到的是那个号召 你们卖票是挨家挨户的 走入民间上山下乡的去卖 那现在西区盒 你到社区去的话 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 上楼下楼 上楼 哈哈 就到走入去去 基本上可以算是上楼下楼 所以可以尽量谈谈吧 我想谈是不是很清楚 就是上楼下楼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演出是 叫论坛剧场 我们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喜剧方式 另外一种是论坛剧场方式 而喜剧基本上是用熟悉的 新闻事件 我们把它改编了 然后有 整个表演是用比较花大的一个戏剧方式 意大利喜剧 我们叫commented latte 那么里面的那个类型化的人物 其实你看了 你都可以看到 有一些刻板性 有的人物 可是它会有一定的共鸣 另外一种呢 则叫论坛剧场 而是里面有一个短戏 短戏里面的人物 通常特别的一些问题 那么需要我们 可以让观众上台 来取代里面的人物 来解决里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设计的那个课题 可能是跟爱自宾有关 跟前囚犯 或者是家暴 之类都有 然后呢 这些戏呢 基本上的那个 每次我们去那边呢 做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在当天下午呢 就在那边呢 开始搭我们的台 也没有怎么搭啦 就是后面有块板 然后地板我们铺个草析 还是什么 然后就草析给观众做 然后在这张放 跟光放音响的时候呢 观众自然就会慢慢的聚集了 因为经过他们就来问 你们今天晚上做什么 然后我们回答用的是 今天晚上有点粗 你吃饱饭没事干 你就来看吧 通常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 大概六点半七点的时候呢 观众就开始聚集了 那聚的人数 从早期的大概是五十六十 到现在 通常我们都会聚集到 三百到四百 更猛的时候 有些就是五百这样子 那你是 前面是坐坐坐坐坐坐 前面站站站站站站 站到后面 后面看不到了 那看不到了 真人看不到就慢慢就走了 但是呢 也有观众就看一半 他们就过来 这整个过程 如果以观众群来讲 如果你问我 在戏剧盒 我们哪一种戏的 那个观众的 那个出席率是最stable的 其实就是我们社区剧场 怎么样 每年 每一次吧 我们在你演出 都有千多到千五的观众 因为我们只演大概四到五场而已 所以 那个是我们最忠实的一个观众群 但所谓忠实 并不是因为他们每个戏都来 而是肯定会有观众的 经过上楼下楼去看 所以这样的一种交流 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选择的题材 必须跟他们有切身的关系 所以变成 剧场有一种诉求 和这种诉求呢 直接跟他们生活 就反观好像 我如果在剧场做一个演出 我觉得有些时候 做这种演出 你仿佛在做一种成品 但是这里头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做一个娱乐的成品 那么这里头你就需要有一些 创造一些计算 那另外一种呢 则是你做一种 探索性的成品 那么当我们做一种成品 而做一个剧团 其实我就非常清楚 我的观众呢 恐怕人数就会少 还有另外一种剧场 我觉得就是天冷就回来 出现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 我觉得天冷就回来 真的是 能够把八十年代 和九十年代的一群人 把他抓进剧场里头 因为他那些歌就是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跟九十年代人的一种 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天冷是个艺术 也是个现象 但是这些现象 会不会持续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一个现象